那么其实对于最小而成法这一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思路是相当清晰的 对吧 就是首先什么叫最小而成法 最小而成法是如何运作的 我们从不同的方式来跟大家解释了一下 就比方说有求导的方式啊 有直接最优化的方式啊 还有这个投影的方式 是吧 那么最小而成法可以用来干什么 最重要的一个应用 或许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回归了 那到这里的话 最小而成法其实就跟大家说的差不多了 下面我想说的两点小内容 就是它的一点点小变化 小延伸是吧 首先这一个问题呢 叫做微体的AOS AOS就是least squares嘛 微体的AOS 也就是带权重的 或者说是加权 加权最小而成法是吧 这个东西又是什么含义呢 我们随便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你比方说我们数据点得到的是 比如说什么这些点是吧 假设我们得到了这么一二三四五六六个点 然后现在我想插一条直线 那大家可能会发现说 这一个点相比于其他五个点来说 离得有点远 所以这个点或许是一个所谓的离群值 一个outlier 是吧 一个离群值 那么我们要不要考虑它就是个问题了 或者如果要考 就是当然一种选择 是我们直接无视这个点 说这个点可能误差比较大 直接不用看它 我们就直接考虑其他五个点 然后插出一条线来 是吧 这一种可能 当然我们也可以考虑什么 我说这个点可能是我测的不是很准 但是它毕竟是我们实验数据的点 所以还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但是它的借鉴意义没有其他点来的那么大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考虑在进行最小二乘法的时候 给它赋予一定的权重 给每个点赋予一定的权重 而这个点的权重比较小 言外之意就是说 重点考虑其他点 这个点次要考虑就行了 是吧 所以举个例子 比方说如果我们干脆就不考虑这个点 我们得到的线 可能是这么着的一条线 是吧 如果我们考虑所有点 而所有点的权重都一样的话 我们得到的线可能比方说是这么一条线 而如果我们给所有的点赋予一个权重 这些点的权重可能稍微大一些 这个点的权重可能小一些 我们最终得到或许就是这样一条线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接近真实情况 是吧 所以我想说明的就是不同情况之下 有可能我们会想要赋予不同的数据点 一些权重 那这样的最小二乘法就叫做 weighted least squares 加权最小二乘法 具体来说 TIBI这是我们的数据点 对吧 现在还来一个WI 也就是说每一个点我们赋予它一个权重 I从1一直到M 这样的情况 当然我们最终得到结果 还是FT等于Sigma K从1一直到P的 XK PK T 没有问题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找的最优解 Xi I从1一直到P 它等于什么呢 argument min 还是我们这些东西 是吧 如果说我直接把它写成这样 K从1一直到P XK PK TI 减去BI 然后这个东西的方 是吧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这就是一般的最小二乘法 I从1一直到M 把所有的点 它们当中的误差都加起来 现在我想说的是 再加一个权重 把权重乘在前面 也就是说 有些点 它差出的值比较重要 权重就大 有些点它差出的值 不是那么重要 权重就小 是吧 就这个意思 所以最终算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简写一下 叫做什么呢 叫做Sigma的I从1 一直到M的WIRI方X 是吧 RI方X 好的 那么这个东西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把它变换成矩阵的形式 其实可以发现 这东西相当于是一个S型 然后中间引入了一个W矩阵 所以这里面我就不具体细数了 可以发现 它最终算出来的结果是这样 AX减去B T乘以W乘以AX减去B 这个才是我们现在所要最小化的值 是吧 当然这种最小化的方式 我们如果说不考虑中间的W 我们是直接可以就是再写一步 如果直接是这样 中间没有W的话 我们其实是可以把它写成叫做AX减去B 范数方的 是吧 这个范数呢 是我们在本课当中 通常最为常用的一种范数 叫做所谓欧基里德范数 然后这个范数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管它叫做所谓2范数 也就是在底下标一个2 来表示它叫做所谓的2范数 那其实可以发现这个东西 它也是一种范数 那我们就可以管它叫做W范数 AX减去B 以W作为权重这样的范数 是吧 我们就把它写成这样好了 范数的定义 如果大家是跟我学的现象态数的话 我们之前是说过的 在这里我就不打算跟大家细说 但是总之 就是大家知道这么一个观念 范数就是长度的衡量 对吧 大家同不同意中间 即使是多成了一个W 它也是对于AX减去B 这个向量的长度的一种衡量 是吧 那就没有问题 它也是一种范数 所以这个东西 它在我们要找的是 一个能够使得 让它趋向于最小化的X 而其中这W矩阵是个什么矩阵 就是由我们这些小W所形成的矩阵 由这些权重形成的矩阵 对吧 这么着一个情况 好的 那么对于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不妨将其稍微的进行一下分析 好了AX减去B T乘以W 再乘以AX减去B 对吧 把它根据分配率进行打开 跟我们之前所进行的操作是类似的 XT TAT 然后中间多了一个W 再是AX 减去R XT AT W B 加上B T W B 是吧 那这个东西说明了什么 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 AT乘以W乘以A 原本是我们所说的那个K矩阵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回顾一下 之前一般最小合成法的形式 是不是这样 XT AT AX 减去R XT AT B 再加上BT B 之前就是这种形式 现在中间又多了W 是吧 多了W 问题大吗 其实可以发现多了W 问题不是很大 是吧 因为通常我们会假设说 这些W所满足的性质是什么 满足的性质是 他们是一个权重 所以作为权重来说 我们会让W I 他们都是大于零的 对吧 然后并且Sigma的WI I从1一直到M 通常我们会让它等于1的 这才叫权重嘛 就是他们每一个东西分别分了1的某一个分数 是吧 但是总体加起来能够得到整个的值 所以 这通常我们是可能采取这样的角度 但是 不管是不是这一条吧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这一条 就是WI大于零 这一条 WI大于零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些点都是纳入考虑 然后并且我们这些点它怎么样 所有点纳入考虑 并且这些点它是 值都是大于零的 对吧 他们的权重都是大于零的 W是一个对角矩阵 如果说对于一个对角矩阵来说 对角线元素都大于零 意味着它具有什么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质 Positive Definite 对吧 它是一个正定矩阵 所以 如果W是一个正定矩阵 我们之前还讲过一个概念 就是如果W是一个正定矩阵 你在它前后分别乘另外一个 矩阵的 另外一个 这个 正定矩阵 是吧 乘出来结果应该还是一个正定矩阵 当然这跟之前的那个情况略微有点不一样 因为A在这里面并不是一个方阵 当然大家也可以去考虑一下 但是总之 我们可以得到结果是什么呢 可以得到结果就是 如果我们把AT乘以WA 这东西看成一个整体 是吧 那这时候 可以发现 columns of A 如果说他们仍然是independent 对吧 并且W是positive Definite 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可以得出结论 说我们其实原本这个东西啊 它的最小化是有唯一解的 是吧 有unique solution 它是有唯一解的 然后那这个唯一解是谁呢 我们还是要推导一下 在这里面的正规方程 是吧 在这里的正规方程 譬如说我们直接用一下 求导的那个思路来考虑就行了 这相当于是 这东西再乘以X方 是吧 所以它求完了之后 就是两倍的我们这个东西再乘以X 那么之后 后面这里也会出来两倍 所以两倍就消了 我们直接先 算了写上两倍也行 两倍ATWA X 是吧 两倍ATWAX 然后它应该减去一个 这个东西 对于X进行求导 这个东西对于X进行求导的话 可以发现相当于是X没了 也就是说剩下了这部分 所以它是减去两倍的ATWB 这个东西应该等于零 是吧 然后这个二就可以消掉 剩下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正规方程了 我们可以加上一星 ATWA一星 然后减去一个ATWB 这东西应该等于零 所以我现在想跟大家说的是 这个可以认为是此时的正规方程 然后它什么时候有唯一解呢 如果说A的列都是线性无关 并且W是一个正定矩阵的话 就可以得出它是唯一解 是吧 大家可以自行去说明一下这个结论 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这个就是我们的加权最小二乘法 跟最小二乘法没有太大区别 只不过中间引入了一个权重矩阵